人过中年,突然发觉自己辛苦攒下的养老本钱所剩无几,是种怎样的体验,又稀已过五十。 这些年,他节一缩时勤健持家,养大了一双儿女,并且为家庭攒下了七百万日元的积蓄。 但这笔钱,还远不足以让人过中年的他畅想自己的幸福晚年。 社会机构称,想要安心养老,至少需要两千万日元,而在自媒体专家口中,两千万日元是远远不够的。 绑贷,日常花小,护理费,医疗费,孩子的安家费,自己的丧葬费。 人生百年,只要活着就要花钱。 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,想安心养老,怎么也得四千万日元? 又稀被震惊了,四千万,我可没那么多钱。 事实上,不止现在没有,未来只会越来越少。 医院里的公公病危了,一家人伤一起葬礼的事, 丈夫妹妹要求又稀一家承担丧失费用。 原因很简单,自己家已为父亲的治疗和疗养花去了很多钱。 丈夫阿张是个木讷的人,嘴口便答应了下来, 一旁的又稀木等口袋。 病房内,父亲对阿张说了最后一句话, 牡丹饼吃不下三个, 而后便在一家人莫名其妙之际咽了气。 老爷子活到九十岁,也算寿终正寝了, 测试一旁的婆婆发了话, 必须要办场风光的葬礼。 附近的老主姑和老朋友都要来参加。 又稀和丈夫只得沉默着答应下来。 晚上,夫妻俩上一起葬礼费用的事, 又稀将专家的话告诉了丈夫。 到了六十五岁, 没有四千万日元的养老金, 根本就活不下去。 正目前情形, 四千万肯定是攒不到了,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把房子卖掉好了。 一向随行的丈夫说道, 但又稀坚决反对, 买房子哪是这么简单的事。 不仅房贷没还完, 这块地皮还降了一千多万日元, 出手极亏本啊。 好在两个孩子都已毕业, 接下来总能存些钱出来了吧。 夫妻俩只能依此自我宽慰。 第二天, 又稀去见了三葬公司的人, 公公生前经营着一家百年合适点心店, 声明在外, 葬礼自然也不能含糊了。 又稀原本是抱着, 能省则省的想法去的, 但在经历了工作人员的一通游说后, 他只能叹气接受了豪华葬礼的报价, 共三百三十万日元。 那个, 请问能稍微打个折吗? 又稀问道, 这样做, 可是对侍者和神灵的不尊重哦。 工作人员带着几分窃喜说道, 葬礼如期举行, 场面很豪华, 宾棚却没来及格。 送经胜中, 公公的人生完成了结算, 同时结算完的还有这场葬礼的花笑, 礼钱四十二万, 回礼二十一万, 葬礼费用三百三十万, 罚号钱八十万, 净亏三百八十九万元。 这也就意味着, 又稀夫妇的养老积蓄, 从七百万锐减值三百万。 而更糟的是, 等待着又稀的下一个消息, 便是失业, 兼职到期, 合同解除, 这时到还真是不讲理呀。 这个岁数很难找到好工作了吧, 回到家的又稀不免感慨道, 晚饭又是猪肉豆芽菜锅, 儿子发出抱怨, 但这已是又稀能想到的最省钱的营养餐食了。 好在人生有悲就有喜, 笨桌之上女儿突然宣布了一个惊喜, 不过等着惊喜被翻译出来时, 夫妇俩却再度默瞪口袋, 女儿要结婚了, 对象是一个中半别致的朋克青年。 在欣赏完准女婿的作品之后, 一家人礼貌问出了心中疑惑, 像您这样的音乐家能有多少收入呢? 150万哦, 准女婿很是骄傲。 是月收入吗? 不, 年收入哦。 又稀夫妇血压持续攀升中, 好在对方家事还算朴素, 男孩父母经营着一家饺子店, 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老字号, 但就是因为这份名气, 对方要求儿子的婚礼一定要豪华, 费用的话, 两家一人一半。 游戏慌忙以爷爷刚办完葬礼为由, 劝说女儿将结婚之事退后一些, 但女儿显然不想再推迟, 他们已经选好了同居的房子, 更重要的是肚子里的小家伙也移动不及了。 夫妇俩被彻底震惊, 但终是无计可施。 夜里, 两人商议起女儿婚礼的费用, 不免愁上心头。 人过中年, 所有的悲喜之事都讨不开钱这个字啊。 不久后, 女儿搬出了家, 摇摇欲坠地拾向了自己的新生活。 丈夫很伤心, 她在女儿三岁时送的生日礼物, 陪伴了女儿很多年, 现在却被无情丢下了。 一个晴朗的午后, 正在家中算着账单的佑西, 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。 变化里, 丈夫有气无力地报告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, 自己失业了, 而且因为公司倒闭了, 所以退职金也没了。 刹那间, 佑西天选地转, 手机里传来电车鸣笛的声音, 丈夫轻声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。 佑西瞬间清醒过来, 杰里安抚着丈夫, 生怕他会想不开。 不过好在阿张一直是个随性之人, 失业归失业, 家还是要回的。 年过午时, 夫妻俩双双双双没了工作, 心中酸楚则不必说, 此般图景唯有苦衷作乐, 但孩子们是不会轻易体谅眼下状况的。 回家的女儿一边搜罗着带回自己家的食材, 一边表明着要按计划办婚礼的决绝态度, 佑西再次缺牙飙升, 却一如既往, 无可奈何。 新工作也并不顺遂, 作为新手的佑西, 状况百出。 为了应付家里的开销, 夫妻两十八万日元卖掉了车子, 但仅仅更换热水器一向, 就花去了三十二万。 一个月下来, 杂七杂八加起来, 净支出了八十多万。 明天就是给婆婆赡养费的日子, 共九万日元, 可他们家已拿不出这些钱。 公公还在世时, 老两口把家中值钱的财产变卖, 而后会获一番后, 住进了疗养院。 如今, 婆婆的生活费用只能靠儿女们分担, 自己家不出这份钱, 妹妹肯定不会同意。 果然, 佑西的电话刚刚打出, 妹妹妹夫便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。 一番唇枪舌战后, 佑西提出让婆婆搬来与自己同住, 妹妹家只需提供九万日元的赡养费用即可, 这当然是个冲动的决定, 但佑西别无选择。 妹妹之所以欣然答应, 是因为她比谁都了解自己的母亲, 这可是一位难伺候的主。 果然, 婆婆不仅出场, 充满了贵妇气息, 两大车的行李将佑西家塞得满满当当, 花起钱来, 则更是毫不手软, 退休工资卡里已无分文, 还要吃两万四千日元的高级和牛, 在高档餐厅中, 请人喝四千八百日元的下午茶, 至于欠下的信用卡债务嘛, 只能麻烦儿子帮忙偿还了。 一通操作下来, 家庭支出不降反增, 佑西欲哭无泪。 之后, 女儿亲家送来了提亲的彩礼, 共一百万日元, 佑西颇感欣喜, 她偷偷去看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包包, 但九万日元的价格, 还是让她灰溜溜地逃了出来。 丈夫仍未找到工作, 佑西劝她去求求之前的老同事添马, 丈夫却不愿, 说是对方不可靠, 曾背叛过她, 但其实更多是为了自己虚无缥缈的面子。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, 则由不得夫妇俩在顾及所谓的面子。 现世女儿的一百万彩礼被婆婆拱手送给了诈骗饭, 无奈之下又惜只得回娘家借钱, 但父母不仅拿不出钱来, 还请求她能支援家里些。 原本对找工作很乐观的丈夫, 也被现实狠狠泼了一盆冷水。 职业介绍中心的人带着微笑告诉她, 大叔,请您认清现实, 试问作为经营者, 您是会选择只有过时工作经验的56岁求职者, 还是拥有相应技能和发展空间的30岁求职者呢? 阿正无言以对, 只能接受了一份还算不错的体力活, 交通指挥员。 客客绊绊地上完班后, 阿正会一位年老的同事去了酒馆, 同事告诉她, 自己65岁退休后便离了婚, 因为没有子女, 所以现在住在合租公寓里。 沈爷,阿正送醉酒的同事回了住处, 第一次见识了传说中的合租公寓。 这里人缘混杂, 有年轻人, 有年老夫妇, 还有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。 阿正在这里过了一夜, 清晨便被幽西的信息所淹没, 回家时, 他和单身女人一起出了门, 却不巧两人牵着孩子的一幕, 恰好被公车上的佑西看到。 一瞬之间, 佑西心碎了一地, 阿正只能带着愤怒的妻子前往合租公寓澄清。 那一晚, 夫妻俩体会了合租的生活, 住在这儿的人, 虽不如家人般亲近, 但却也不像陌生人那般疏离。 总之, 合租公寓就像一个庇护所, 在当代社会中无家可归的人, 会在这里寻得一处栖息之地。 夫妻俩相视一笑, 眼神里将带着几分对如此生活方式的认可, 不久后, 佑西和婆婆一起做起了副业, 好友父亲离家出走, 恰逢劳动部门要上门为退休老人做健康检查, 若父亲不在, 就无法领到今年的退休金了, 可朋友还等着这笔钱补贴家用呢。 而一向仗义的婆婆在此时出了手, 她大胆女扮男装, 伪装成了佑西朋友的父亲, 事成之后可得三十万酬劳。 这场闹剧最终以婆西二人仓皇逃走而告终, 钱虽没挣到, 可惜二人全因共患难, 增进了不少感情。 阿章听说妻母为补贴家用, 竟做出这种事来, 不仅感激提灵, 发誓要好好工作, 改变生活。 可要如何改变呢? 她能做的, 不过是在大雨中, 更加努力地指挥交通。 抬头, 老同事天马出现在亮丽的广告牌上, 眼前一幕仿佛是对自己的无情嘲笑, 之后婆婆突发新交通住进了医院, 老太太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, 不管什么时候死掉, 都不奇怪的随数。 于是, 一向随性的老太太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 为自己办一场生前葬礼。 如此离谱的想法令又夕气愤不已, 她决定选择无事, 老太太想折腾就去折腾, 自己背了数年的帮已经磨穿了底, 哪还有钱搞什么生前葬礼。 但婆婆却热情很高, 这些天, 她一直窝在房间计算着, 葬礼当天盛况空浅, 除又夕外, 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盛装出席。 打完工, 一身疲惫回到家中的又夕, 看到婆婆的应急药物忘在了洗手台, 她匆匆赶去了现场, 发现老太太正安然无恙地坐着最后致辞。 致辞中, 婆婆着重感谢了又夕这位儿媳, 她说丈夫去世后, 自己一个人住在疗养院里, 时常会感到孤独, 多亏了又夕把她接到家中一起生活, 才让她重新感受到生命的乐趣。 就这样, 婆媳二人在这场闹剧中达成了和解, 女儿和亲家也决定不再举办好华婚礼。 所有理解都来得太过突然, 一切如梦般美妙, 但也如梦般荒诞。 葬礼过后, 妹妹决定将母亲接去自己家生活, 九华日元的赡养费也不让哥哥拿了。 离别时, 婆婆掏出一个信封, 小声告诉又夕说, 这场丧事一共花了一万日元, 但挣回了十万里金。 她把这些钱交给了又夕, 并交代儿媳只能花在自己身上。 汽车启动, 婆婆特意换来又夕说, 人啊, 还是任性一点好, 可对于这样的工薪家庭, 要如何任性呢? 好在丈夫终于拉下面子去找了老同事天马, 天马也有意让她加入自己的公司, 属于这个家庭的危机, 似乎都已过去。 又夕拿着婆婆留下的十万日元, 去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包包, 这大概就是婆婆所说的任性吧。 不过总感觉, 这份任性之中夹杂了太多的心酸, 终于儿女独立, 父母无忧。 又夕和阿张却卖掉房子, 干净了合租公寓, 抹丹饼吃不下三个, 人生也是如此, 不能贪多呀。 阿张感慨道, 可他们真的贪多了吗? 辛苦工作半生, 拼命攒钱卖了房子, 然过中年, 房贷尚未还完, 却又因家庭财务困顿, 将房子卖掉, 最终和租公寓成了夫妇俩操劳一生后的养老之地, 这不能算贪多吧。 没有养老的资金, 一部有关中年生活的喜剧电影, 虽是喜剧, 但看完后却让人生出许多酸楚与荒谬之感, 尽管导演刻意增加了许多和解与之语的桥段, 但这些和解与之语却显得如此的跳脱, 如此的远离生活, 如此的拨合情力, 相比之下, 那些辛酸苦楚却是如此的贴近现实, 大概这就是中年人的生活吧, 上有老人要安身养老, 下有孩子要成家立业, 而属于自己的人生却被无限压缩, 半生操劳, 随一缩时, 换得一方住所, 但随意一根稻草便可压垮看似稳定的中年生活, 影片最后将父母儿女安置妥善后, 又西夫妇卖掉了尚未还完贷款的房子, 住进了合租公寓, 导演故意使用了类似于广告片版明亮的镜头, 来描述公寓内的生活, 以期缓解中年人的养老焦虑, 但我却觉得, 这份刻意的美化, 反而将人过中年的生活衬托得更加荒诞, 上半生拼命攒钱买房, 中年时陷入困境, 不得不再将房子卖掉, 最后合租公寓成了晚年时最后的栖身之地, 这想想都觉得荒谬, 但更可悲的是, 这份荒谬却与我们正身处的时代越来越贴近。 我是童童书,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欢迎点赞加关注,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。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